我是一個不太願意去做自己多麼心酸或者怎麼樣 我覺得都還好 由自己的夢想去做就沒有什麼大不了 保持一個好的心態 你去做任何事情的時候你就會特別的開心 其實我覺得演了很多的角色 我覺得每一個角色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點接近我吧 因為我覺得因為他演角色的時候更多也是人性 因為人性它會有不同面 所以我覺得都會有一點點 那在蕭成旭的身上有哪些地方能看到自己的影子的感覺 就是堅持 其實這也是自己第一次去嘗試這個年齡快度比較大的 就是因為還是前期工作和導演和劇組 大家一起討論劇本 還是只要角色赤透的話 那麼還有導演在現場的一些和他的一些默契 包括他的一些指點 所以在進入角色的過程當中 狀態的時候就會更好一點更快一點 我倒是其實在拍攝的過程當中沒有覺得就是一定要想把這個事情做的多麼難 因為我反而覺得在拍攝的過程當中覺得是做減法 我覺得這一點很輕鬆 因為我們拍戲的時候因為是不可控制的那個因素太多了 因為所以我覺得演員更多要基本上現場的調控能力 因為幾十號人幾百號人可能咚咚咚咚是各種聲音 所以你一定要讓自己也要自己相信自己是那個角色 所以不要受任何聲音和事件去干擾你 所以你一定要給自己建立心理感 就是說你就是 所以這個就是我覺得演員應該要做的 現在還能想起哪一場戲拍攝自己的男的角色 長頭就是雨戲啊 因為你比如在雨中哭 很多都是在十一二月份拍 就是說你很冷你還怎麼保持住不冷 在演這些情緒系的時候 所以在演語系的過程當中還是比較難忘的 這個方面還是比較有點難的 很多演員都會面臨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都會去克服 今年突然一下子被更多人知道了 這種轉變有給你帶來什麼影響嗎 也沒有說太大的變化 就是在劇組拍戲的時候 尤其這段時間 那麼多了很多一些人在酒店的樓底下 但我覺得這個還是 因為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大家還是盡量不要來到劇組 因為這都挺不安全的 而且千里條條過了 反正我覺得自己永遠把自己當成保持一個20歲的心態 那肯定在這個第一部戲到現在的的確確就是肯定成長了很多 我經歷了很多 也學到了很多 各個方面都不一樣的 剛剛入行的時候 我記得特別清楚 我演著演著出話都不知道 那肯定這是需要一個過程的 我覺得經驗還是積累 所以前幾年肯定都是在摸索 但是這幾年我覺得就是說 好很多好很多 這是你好很多 嗯嗯 那個就是說一個過程嘛 我相信可能其實做我們這個演員 這也好呢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經歷 因為你剛剛開始被別人否定了 因為我遭受過很多導演 或者製片人 說我不行 我記得特別印象有一次 甚至是我去面試 有個導演說你這一輩子別去做演員了吧 你肯定不行的 我說那你可以 你可以好好跟我說嗎 不行你可以教我 你幹嘛要說我這一輩子別幹這個行業了 這對我的打擊是蠻大的 你腹地完了之後 你肯定 你自己不要放心自己 你才能夠走得更長 更長嘛 因為你自己放心了你自己 別人可能更加會放心自己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做什麼都要行 我不能失敗 我現在覺得就是他的事實 做到每一件事也要每一個角色 那在這個過程中會有過 感覺好像快要堅持不住的那種感覺 我剛玩的時候 就其實妙顯很多 我就覺得 因為不知道怎麼一個好的標準去呈現給大家 所以前幾年的時候都在找 還是會有一些迷茫 會有一些放棄 會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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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開心啊 對自己的表演 肯定會有一些不自信啊 但是這幾年 就從來沒有放心過 就一定相信自己 作詞覽給大家